2009年,著名影星成龙以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身份,参加海南博洋亚洲论坛发言时称,香港和台湾因太自由而狠乱,他认为中国人是要管的,否则便昏为所欲为。 多年后,中国人是要管的,这句话似乎仍不过时,在中朝和中国足球大环境下,他甚至成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,很多人说,19岁的周俊成被竞赛一年里斗了海渊,他成了杀季给侯看的板子。 结合去年秦深英才他为特色而被竞赛半年等时间来看,足协的发达每一次都会引来巨大悲异,但在行政手段的干预下,这样的触发结果只有一个,谁碰上了就自认倒霉吧。 在足协官方通告里,周俊成被定性为态度消极,行为反慢,无视教练要求,且在财后擅自外出聚差,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理解,他不过是无组织,无纪律而已,为何比酒驾的张修为竞赛期还要长呢? 金国卿队教练组研究决定,原本对于周俊成的处罚,是将其竞赛到本赛季结束,根据罚单落款时间,也就是在9月14日这天,中国足协就已经向深花方面向发了这一通知,当时罚单上的处罚期限,就是从2018年9月9日到2018年11月9日为止。 不过,在这份处罚对外正式公开之前,中国足协高层在批示时要求重罚,并重申了国资号球员,必须严格遵守对冀队规的要求,最终周俊成的竞赛期从原本的两个月延,常为一年。 有消息说,这位插手处罚事件,的足协高层是国管部领导蔡永,蔡永原来在前进管理中心任职,是最年轻的副司级干部。 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新闻说,她凭借个人能力,在短短几年,便完成了散席跳。 众所周知,有听管中心背景的领导,如今的足协都是华士人。 今年上半年,蔡永曾对成年国奖进行过一次,有关国家队集体意识,融入意识,责任感,使命感等教育内容的宣讲,并对国家队球员的训练及比赛态度提出了要求。 宣讲活动后,国奖们集体在一份国家队员行文承诺书上签了名,足协强调,国奖一旦出现危机行文,足协将根据办法的细则,是情节对其作出不同程度的处罚,情节严重的危机者,将会被国家队除名。 所以,在这样的一种企业文化里,中国足协唯一擅长的就是管着,盯着,然后利用各种家法来处罚那些似图球员。 周俊成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内容,他只是没想到态度问题,竟然是个大问题,并由此给他的前途蒙上阴影。 南方都市报说,周俊成这批18岁的孩子年薪,基本在100万人民币左右,因为U23新政地固,他们的前途和前途一片大好,在这个年代,资本主代一切,他们可能从小就学会了向老板低头,这是他们的财路,至于其他人也就无所谓了。 顶状教练,漫不经心的踢球态度,也是这个,圈子的常态吧,毕竟他们年纪轻轻,就成了百万富翁。 不过,有钱,膨胀,态度消极,并不是原罪,在我们普通的认知里,周俊成在国庆的散漫行为,在国家队范畴内竞赛,甚至永不录用诗歌常识,设计到联赛科俱乐部,并被处以一年竞赛, 而且还没有可申诉的途径,这也是中国足球的特色,每一个栽到足街手里的球员,被处罚的严重程度都是随机的,那些各规定和规章制度,基本遵循一个原则,是领导心情而定。 在这个游戏里,周俊成和周俊成帝老板其实一样被动,因为你永远不知道,风会从哪边吹来。 换句话说,七球和演电影一样,都是要讲证据的,成龙老师深爱此道理。 这些游戏里,周俊成帝老板是有限迷的,从哪边吹来的,风会从哪边吹来的,风会从哪边吹来的。 感谢观看